据网上有消息指出 首家量产型歼20于昨日交付部队 这意味着歼20项目自从2010年年底首次公开出现之后 经过了近6年的持续摸索 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歼20也成为世界上第三种交付部队的第五代战斗机 由于信息尚不充分 还无法判断歼20具体交付哪个部队 承担新型初始作战能力的中国空军位于广州的战术试验训练中心 很可能为首批装备部队 在那里 歼20将完成早期战术研发等多项任务 由于中国空军还将在2017年接收俄罗斯苏35战斗机 因此战术训练中心的任务将会非常繁重 巧合的是 今天向日本供应的首家F35A战斗机进行了首次试飞 这标志着不久的未来 日本将成为第一个装备F35的亚洲国家 中国空军目前的主力战斗机如歼10A和歼11B在性能上 尚且落后于大幅度现代化改进的F15C系列战斗机 更不用说F35的大规模扩散 及其背后美军自己拥有的F22战斗机机队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目前来看 即便是新型苏35在面临有F15C F22和F35组成的空中优势部队时 依然会非常吃力 歼20此时开始交付部队无一将是缓和压力的良好方法 虽然歼20的发动机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但歼20依然具备了对F15C形成优势 与F35抗衡 可以与F22一战的能力 歼20的交付开启了中国空军隐身化的新纪元 未来歼20将逐步完善自身 这将对未来中国的安全环境 制造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军事专家认为 这两件在几天内发生的事 无疑说明西太平洋国家的空军距离正式步入伍太极时代已经只剩一步之遥 日本的F35A在完成试飞科目正式交付航空自卫队后 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的国际训练大队使用一段时间 为日本航空自卫队培训一批本国的F35A飞行员后 应该会返回日本 成为本国第一批执行战备巡逻任务的五代机之一 而中国空军的歼20战机也将在中国空军的服役过程中摸索和编写相关训练资料 并为空军的其他部队展示五代机的作战能力 以帮助他们摸索对抗先进隐身战机的有效手段 如果从中日两国空中力量装备换装的角度看 这是中日两国近几十年来差距最小的一次 也是中日空军第一次彻底颠倒空中优势的一次换装 1997年 日本航空自卫队接收第一批测试用F2战机时 中国的歼10和歼11都还没有是非 少量引进的苏27SK还是中国空军的核心装备 1981年 日本换装F15G战机时 中国空军的歼7不仅装备数量稀少 实际上还不具备骑马的战斗力 而在五代机换装上 几乎除了日本媒体外的所有人 都不怀疑中国的歼20将会在空战中针对F35A取得优势地位 也正是因此 这次换装成了中日空中力量变化的里程碑 当然 这一装备上的性能劣势并非日本航空自卫队最初的设想 毕竟在日本五代机更新计划提出之初 无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还是日本政府 都牢牢将购买每只F22A战机作为换装的首选和唯一的目标 尽管美国一再重申F22A由于其技术先进性和敏感性将不会出售 但日本航空自卫队考虑到日美两国的特殊关系 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私下向日本政府做出的保证 依然丝毫没有放松对F22A的追求 相应的 日本政府当时不仅对采购备胎性质的F35战机态度冷淡 也对看起来和本国自制五代机关系密切的新神验证机兴趣所然 从F35A备胎转正的故事桥段来看 因为是F22A停产后匆匆开始正式参与的项目 F35A战机的日本型虽然在完成度上与其他国家采购的F35一样 但从航空自卫队本身的考虑来看 这些飞机的问题却相当不小 首先 因为日本是购买了美军飞机 但没有参与系统整合和研制 因此F35A战机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原有的装备体系格格不入 相比之下 基本立足于自行设计生产歼20的中国空军就没有这样的困扰 在歼20已经投入批量生产的情况下 一方面稳步增加本国五代机的保有量 一方面继续稳步扩大歼10C 歼16以及歼11D等四代半战机的装备数量 中国空军得以在未来数年内获得少量歼20为核心 四代半战机为主力的新一代战斗机群 而等到复产改进后的F22战机出现之时 进一步改进升级 并且使用新一代国产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全状态歼20 也将达到可用状态 到时候西太平洋上空的空中争夺 就不会像今天一般错综复杂了 实际上空中争夹 targeting这么多往